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室的消息人士早已透露了西兰米回归的喜讯 而最近苏提达王公已经没有机会与丈夫马哈同行 他第一次被排除在了家庭成员之外 当地时间是2月26日 马哈拉吉兰龙宫来到华富里府 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迎新年皇家活动 此次活动较为隆重 太王将自己的家眷都带在了身边 包括帕查拉大公主施妮娜贵妃 以及特意从德国赶回来的提帮公小王子 信心的网友可能发现 怎么苏提达王后不见了呢 正如我们所说 他已经悄无声息地被排挤出了第一阵容 看泰国王室的身份地位 那就要看他们座椅的顺序 这一点是非常有讲究的 泰王身边的座位通常都会留给苏提达王后 然而如今由于王后缺席 帕查拉大公主顶替了他的位置 坐在泰王身后的是提帮公小王子 也是他最疼爱的小儿子 施妮娜贵妃仅仅靠在提帮公身旁 拉拢小王子的心非常明显 15岁的提帮公小王子目前正在德国学习 学业繁重根本没有空回国 但是如今泰国王室发生了变化 他得知了一个巨大的喜讯 那就是分离6年的母亲希拉米回归了 这让提帮公无心在德国留念 恳求父亲立刻回国 因此今天才返回了太古王室 与其说提帮公回来是为了陪泰王参加活动 倒不如说他是为了见一见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6年的思念之苦也只有他心里自己才明白 有的是立即王太后坐镇 希拉米王妃回归就显得非常强势了 他的儿子提帮公火速赶回泰国 第一是为了见到母亲 投入希拉米的怀中好好哭一场 第二如今他已是一个15岁的大小伙子了 终于可以保护母亲了 再也不会让希拉米受伤 坚定地站在母亲的身旁 在这样的局面下 士尼娜贵妃赶紧站好队伍 与提帮公小王子迅速走近 遥想前两天 他还在为苏提达安前马后 这可真是墙头枣两边倒呀 既然泰国王室成员都清一色地 倒向了希拉米这一边 那泰国王室的后宫势力就非常明显了 苏提达王后被孤立 那是难免的事情 马哈瓦吉拉农宫古王 虽然对王后很看重 但是他还是要顾全大局 顺势而为 尊重母亲的意愿 因此在后宫矛盾日益加剧的时候 有意让苏提达避开锋芒 不要出现 这是情理之中的 所以苏提达在提帮公回来之后 缺席这样的重要皇家活动 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目前来看 希拉米提帮公 以及火速加入的施尼娜贵妃 组成了统一战线 而苏提达王后已经被孤立 没有了依靠 这样的华裔王后甚至让人有些同情 她并没有犯什么错误 唯独错就错在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男人 接下来是 泰国后宫三祖鼎立 希拉米与贵妃重建主仆缘 王后孤单无依靠 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句俗语说的一点也不错 有女人的地方总是有是非 泰国后宫因为希拉米王妃的归来 即将迎来最纷乱的日子 68岁的泰王暂且还有清静日子过 她把苏提达和顺妮娜都摆平了 让两个女人可以和平共处 在等提帮公小王子的母亲官来之后 后宫的平衡就被打乱了 那到时的局面会如何 恐怕泰王也不敢想象 68岁的泰王知道自己不能再有清闲日子过了 但是她也不敢阻止希拉米王妃的归来 毕竟这是施力其王太后的旨意 也有利于泰国君主制的长远发展 是国王不得不走的一步 泰国国王放弃回欧洲 在国内住了这么久 她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江山更稳定 苏提达王后和施妮娜贵妃只是锦上添花 他们不能雪中送炭 给王室带来转接 而希拉米王妃就不一样了 她这些年建立的群众基础十分广泛 她还有儿子替帮公小王子受认可 这对母子的团聚很可能会带动民众的回忆热潮 激发无数人的同情心 让他们对君主制再抱有热情 与此同时 泰国后宫也会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苏提达还是高高在上的王后 施妮娜还是受宠的贵妃 而希拉米是无人敢得罪的未来王太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 希拉米王妃的归来 还会激发施妮娜贵妃的腾飞 因为贵妃被王后压迫了许久 她需要找一个依靠 与她强强联合 一起对付苏提达 希拉米和施妮娜是昔日的主仆 在很久很久以前 施妮娜还只是 希拉米宫殿里的一个皇家护士 负责照顾王楚飞和小王子的身体 若不是希拉米王妃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施妮娜也很难从众多女孩中脱颖而出 加入了国王的后宫团 希拉米简单纯粹 所以更容易被施妮娜拉拢 她们重塑主仆缘分 那苏提达王后就岌岌可危了 这两个女人背后都有 施妮级王太后的支持 一个是施妮级王太后的妻子 另一个是施妮级王太后 想要托付王室的人 有了这个强大的靠山之后 苏提达王后更畏惧 苏提达无依无靠 她只能自己单干 努力加强与泰王的联系 让自己的儿子尽快被公布身份 苏提达正因为有儿子才有了短板 她不能在泰国王室过于卑微 但又不能在泰王那里过于高调 否则会引起国王的猜忌 泰王讨厌有人觊觎他的皇位 宣赏提帮公的笨笨傻傻 所以勉强能接受希拉米的回归 在三个女人自由相处的时候 泰国国王不会干预太多 否则引火烧身 她也会很头疼 但如果女人之间的争斗 影响了她的王位稳定性 那泰国国王必定不会手软 苏提达王后也为自己六岁的儿子 铺垫了这么久 就是想要谋长远计策 但她眼下必须处理好 与希拉米和施尼娜的关系 还不能拿着儿子耀武扬威 这样才能保住后卫 留得青山寨不怕没船烧 苏提达在后宫争斗中显得很被动 她孤单又尴尬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施尼娜也不是一个狠辣的人 她和希拉米王妃结合 无非是想要压压苏提达的霸气 倘若王后掌握到了希拉米王妃 与希拉米王妃与希拉米王妃的善良弱点 那她还有可能取胜 王后激情不会在后宫争斗中 一直处于劣势 施力及王太后年纪大了 也不能保护希拉米王妃和施尼娜太久 太古后宫这三方势力该如何平衡 最终还得看太王的意愿和倾向了 希望善良的人会有好报 希拉米王妃对她来说不是一条不归路 她能在这三足鼎立局面中找到平衡点